台東風雨相當大 活動中心屋頂的鐵皮都被吹線 在半空中不斷搖晃 成功鎮現場吹起強風豪雨 強勁的風刺 都把一座兔子裝置藝術給吹跑了 直接橫躺在道路上 隨著海盔颱風逼近臺灣 颱風中心預估將在臺東登陸 因此臺東也開始出現相當大的風雨 一棵大樹被吹倒 相關大會貨爆 趕緊出動怪獸進行清除 另一頭有露樹幾乎快被吹斷 直接擋出大部分的人青道 隨著一陣陣強風吹來 樹木不斷搖晃 街道上一片狼藉 物品被吹得四處飛散 路上蠻地都是被吹落的樹枝跟樹葉 海龜颱風還沒登陸 臺東就已經刮起強風豪雨 越晚風雨將會越明顯 民眾不可輕忽